杀吉野本来是你们军统这帮窝囊废的事 老子吃饱了成子才帮你们 你们却不领情 原来龙飞和温丽涵半做夫妇 要刺杀日本特务投资吉野 他们动用地下党最隐秘的内线刘汉良 此人乃是齐州黄邪军第三旅中队长 得知这个吉野行踪鬼秘 难以靠近 龙飞便计划于落脚点鲁南会馆将吉野刺杀 他化名洪富贵 带一份厚礼找上了贪财的汉奸沈泉斋 想在黄军某个五官差时 此人是吉野手下最得力的客户队长 对龙飞的来意深信不疑 虽说这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但龙飞还是得见竹帘后的吉野 说有只一百多人的队伍想投靠日军 没想到这个吉野生性多意起好色 虽然答应了收编龙飞 却在龙飞即将离开之时 提出扣下温丽涵 请允许贵妇人再设下这几天 再减约玩你的部队 红军将会完毕回敲 龙飞心里咯噔一下 这下不是玩犊子了 龙飞回去找韩德公跟郑玉敏商量 郑玉敏不知龙飞红军的身份 提出干脆趁着减约部队时 用黑马团部队将吉野灭掉 只不过会搭进去一个米巴鲁温利海 但在郑玉敏看来 共党和日军都是党国大患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一来反而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政府和委员长攘外安内的政策 听到这一番无耻的话 不等龙飞发作 韩德公就先开桌子了 再怎么说共产党也帮过咱们 你却凑白人家 真是个小人啊 就像你这种人 在郭军中都不作戒 然而当务之急是完成任务 龙飞冷静地提出另一个方案 那就是由他单独行动 趁检约时在鲁南会馆刺杀集 并保证温利涵的安全 韩德公不同意这么冒险的做法 谁知这个郑玉敏老六一听高兴坏了 直言既然龙教官要拼死保住那女八路 就由他去好了 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韩德公当时就怒了 大嘴巴自杀的啪啪响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可龙飞还是以大局为重 坚持他的意见 韩德公拿他没有办法 你也是必杀之人 德公 按我的方案行动吧 谁知另一边吉也也不是傻子 竟然察觉到这个红富贵来者不善 不过吉也并不把他放在心上 他真正要连根拔起他 是整个齐州的地下组织 他让沈泉斋筹办筑节大会 大肆渲染日军重创黑马团 还对外宣传他会亲自参加 正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你们中国有八仙国海 各是神党的基点 咱们打一个场子 让其中地下的对抗组织的精英们 也要谢谢神党吗 果然第二天郑玉敏又来了 认为这个筑节大会是刺杀吉也的好机会 可敏锐的韩德公与龙飞同时都察觉到 这是个妄图消灭抗日义士的阴谋 坚持实施原定的刺杀计划 目标仍是鲁南回馆 你给我同意 紧接着马英申想以记者身份参加这次行动 龙飞觉得打仗不能犹如儿戏 断然给他拒绝了 马英申正心有不甘 谁知转头郑玉敏就找了上来 还说看你没清目秀机制过人 是个刺杀吉也的最佳人选 结果就给他带到筑节大会现场去了 又不知会搞出什么幺蛾子